吴副院长 干什么呢 我是来找吴副院长的 请出示一下邀请函 邀请函 我忘记戴了 没有邀请函 真的不能让你进去 通融一下不行吗 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我来找吴副院长的 不好意思 抱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不信 我不具有神经 您好 是吴副院长吗 你是 我是原计划的研究员 邱佳宁 我想跟您探讨一下 我们公司和贵院的一些合作事宜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五分钟 五分钟就行 佳宁 文文 你怎么会在这儿 嗯 陈姐 新的细胞年度报告好了 王老师刚刚参加了会议 回到办公室了 太好了 那就趁热答题 让他赶紧把这份报告签了 王老 这是重新修改过的报告 请您过目 上次 佳宁提出的问题 在报告里 有没有具体体现什么解决的办法 有 在这里 对 这就是 怎么了 王老 还有其他问题吗 苏欣 嫁宁来有一个月了吧 是 她现在负责什么具体的工作 我让她跟着郑薇走了一遍实验流程 那她的工作表现怎么样 这个 还可以吧 听着有点勉强 说说吧 王老 我知道您爱才惜才 但是也不知道 是不是国外和国内的实验环境不太一样 我总觉得这姑娘 好像还没有适应这里的环境 说说具体的 或许我不应该在这儿打小报告 在这儿您看看吧 工作时间 求教您跑出去喝下午茶 还发朋友圈 这影响实在不太好吧 的确 我也在不该遇到她的地方遇到了她 国内精准医疗大会 癌症峰会长 她去那儿干什么 本来我以为她有什么及时去找我的 结果她不是找我的 她是找奥阳医院的吴副院长 嘉宁跟我说她找吴副院长是聊 后面临床合作的事情 苏倩 这件事情是你关照她的吧 想不到嘉宁主动性这么强 我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她这么伤心 王老 我这也是着急后面的事情 苏倩 你心里极我能理解 但对接吴副院长 起码得是你 小孙 甚至是我这样级别的 你派一个人生递不出的研究园去 人家会怎么看我们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是 您说得对 王老 我的报告你还没签字呢 苏倩 我需要大家都见证一下实验 以免以后有任何可能的疏漏 通知半小时以后 大实验室集合 注意 不要漏掉任何一个人 所有人赶紧到细胞房集合 立刻马上 这什么人啊 王老能力传达下来吗 快走吧 是 所有人快点 别决定啊 别决定 你又跟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王老让苏老师组给我们演示一下 新的细胞年度报告中的关键形式 检查细胞密度和状态 苏老师 立刻孔细胞密度均为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细胞状态正常 适合实验 配置胶药培养基 工作浓度0.1为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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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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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出去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 可是汪老师你跟孙老师一起监控实验结果 确实汪老师已经发现了什么呀 千姐 我们瞒不下去了 汪老肯定发现了什么 我们根本就做不出来实验上的结果呀 怎么办 汪老肯定发现了什么 汪老师一定是发现了 你看着我 我肯定是 你做错了 别把我发现了 千姐 我 你看着我 葳葳 不到最后一刻 我们绝对不能轻易认输 知道吗 做实验往往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今天你被我做出来 或许是你的身体状况会流选 又或许是今天提供给我们的实验的试管 没有洗干净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总之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要多想 听清楚了吗 可是 千姐 我们没有带着 没有 可是 听我说 主导实验的人是我 你只是负责执行的 万一出事 问责的人也是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所以说你本来是想去卫生间门口拦截吴副院长 结果遇见了王老 不过话说回来 邱家宁 关于苏老师的问题 目前只是我们的猜测 如果三十六个小时之后 结果和报告一致 你准备怎么办 那挺好的 你真这么想 你不会好 这一次遇上王老师你运气好 但是苏倩他只要过了这一截 一定会对你痛下杀手 你已经被实验室开除过一次 如果再被原计划驱逐 那你的实验生涯就到此结束了 科研是我的事业 只要我不放弃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啊 好 杜老师 我进去记录一下数据 记起啊 好 从实验结果来看 除了第六章没有加药的细胞 其他的细胞都有一定的状态变差 但是 生命曲线却大致相同 没有显著的变化 没错 跟我们母组多次实验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 是完全无法推导出报告中的结果 苏欣 你来强细地介绍一下 我想 应该是一些细微的实验条件 发生了变化 具体情况 我还得再仔细研究一下 才好下判断 今天所有人都在这里 也都是身心百战 如果是七里的问题 我们换一七里 再做 如果是污染的问题 我们把污染排除了 再做一遍 务必把问题搞清楚 但是 如果是人为的 原计划实验室 绝不允许任何人弄虚作假 王老 是我 是我在实验的时候急于求成 所以给到倩姐的数据 都是我修饰过的 我想问个问题 你说 我在提出报告中有疑点之后 苏老师还依然放纵郑薇 单独去进行重复实验吗 倩姐太有质疑过的 但我又各种理由欺骗过去了 郑薇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你要是有什么苦衷的话 就跟大家说出来啊 你这样是要被开除的呀 不在 王老 说到苦衷 求名求理算不算 郑薇闭嘴 游家 孟薇闭嘴 你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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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买 你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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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你去买 什么买 对 做个普通研究员 有什么盼头 钱少事多又枯燥 只有成为公司 核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 我才能受人尊重 才会有大好的前程 好 很好 今天所有的研究人员 都在这儿 我再重申一遍 作为医药的研究人员 结果固然能给企业国 个人带来丰厚的利益 但是 医药它不是日用品 它是关乎性命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要牢牢地记住 自己坚上的责任 我绝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 有漏洞的适用过程 也绝不会呼吸 任何对原始数据的改变 伪造和讽视 一旦有人被发现 立刻开除 并负法律的全部责任 请 王老 王老 您听我说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 周围他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王老 苏浅 我问你一句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根本就不想知道 是 我平时确实是太信任薇薇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年来 他心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薇薇是不可能留下来了 你通知他 让他自己写一份辞职报告 算是我对他最后的仁慈 王老 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还有 接下来的工作 我希望你能够多多地以众加宁 这次要不是他的提醒 我们把新的细胞报告 贸然地提交上去 总公司批准了 拨款了 你考虑过后果吗 等等 你满意了 我满意什么 终于在王老面前落了一手 顺利把我赶出了实验室 把你赶出实验室 我吗 还装傻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我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负在你身上呢 得了便宜还没关系 不管你相不相信 如果我愿意花时间搞人际关系 我依然可以待在国外最顶尖的实验室 如果我是那种人 今天就不会在这受你们欺负了 都是别人的错 你为什么不检讨一下 你自己的做人方式啊 是你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做科研本就不该弄虚作假 而你既然做了 就应该承担后果 你少跟我说些大道理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是不了解你 也没有兴趣了解人 我有我的难处 有难处 人活着谁没有难处 有难处就又能做错事了吗 我忘了 你上大学就出国了 那时候能出国 家里条件一定不错 我们这种人的苦 你怎么可能会懂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 十八岁那一年 我才第一次坐火车 火车票签是欠减处的 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 但是现实很残悟 如果我继续上学 我家里就还要持续抚养我四年 而我放弃上大学 立刻就可以赚钱要价 是倩姐发现我没有按时报到 飞机转火车 再转大巴找到我 了解我的情况以后 岂有向学校申请减编的学费 这才有了今天的我 听你说这些 我感到非常地抱歉 但还是那句话 这并不能成为 你做错事的理由 好 邱教练 你是圣人 你等着 小薇 眼说很精彩啊 什么眼说 你真的认为是非黑白高于一切吗 难道不是吗 人生总有一些进退尾骨的瞬间 有些时候不要做得那么绝对 那不过是人类给自己找的借口吧 那如果这个时候 有一把枪顶在你的脑袋上 你还会这么绝对吗 当然 是 也许你是可以 但如果这把枪顶着的是你的亲人 你最爱的人 你的选择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生死 你还会这么一如既往地决对吗 回答我 我不回答假释性问题 你动摇了 不确定了 对不对 什么意思 周小山 没什么意思 谁啊 外卖 为什么是你送来的 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了外卖员 找不到他们家入口 就给你拿上来了 谢谢啊 进来坐 好啊 随便坐吧 周小山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啊 我仔细地想了一下 如果有一个人 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威胁我 让我做出一些违背原则的事情 那我可能也会很为难 很难做选择 所以说你现在能理解真伪的感受了 我能够理解他 但是我依然不认为他做的是对的 我先回去了 我问你 如果我现在就用枪顶着你亲人的脑袋 让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你怎么选 你不会是那个坏人的 我不会 周嘉宁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不了解你 但是我相信你 更加相信我自己的直觉 你是个好人 至少这一点 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怀疑过 对不起 弄痛你了 没关系 冒险啊 快开开开 情人早 早 情人好 情人好 多么美好的一个早晨啊 是什么让你们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把你们聚在了一块儿啊 走什么呀 走 看什么呢 就是一个搞笑小视频 大伙一块儿看了 放松一下 搞笑小视频 你以为我不斩的评位吗 给我看 给你看看可以 但你别生气 别发表 磨叽什么呢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这是我吗 对啊 很巧啊 谁发的 你别这么居高临下好不好 你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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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啊 你 谁发的 你这青涂蝶 你这两天看一下正薇的工作记录 以后他的那部分工作由你来负责 下周上班前给我你的季度工作计划 没关系 出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这些下属他可狠着呢 不会吧 真的 为什么挺和善的 这人还肯定我来了 真的 今天你要不要再看一遍 有一段 求医生啊 你要多保重 奶奶你也多保重 拜拜 拜拜 笑死我了 嗨 小心 师傅 你从哪儿飘过来的呀 我们这都在呀 这窗户关的也挺好的呀 师傅 嗯 来 小心 过来 师傅呢 有话跟你说 小心啊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呢 想这么开心呢 站到自己手里自己的妹子里 说吧 说什么呀 视频 师傅 我就是觉得你 特别特别特别地可爱 所以就录了你的视频 剪辑了一下 发到网上 多亏了你啊 现在整个医院的人 都在看我可爱的视频呢 师傅 我就不明白了 医生也是人呀 也需要娱乐呀 我把视频给爷爷奶奶们看 他们也很开心呀 良好的情绪 对患者的恢复是很有力的 再说了 我觉得医生是包含各个方面的 像我啊 天天都爷爷奶奶们笑 你刚才说的那些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是吧 对 其实不止这些 你还有很多用点的 比如说 上班迟到 在办公室里边打咳嘴 用了一本上面通篇错别字 这些都是你艺术高超的表情啊 原来我一直以来都错了 你才是我的师傅 我是你的徒弟师傅 师傅 师傅 你这不敢不敢当 师傅你别这样 你怎么跟女人吵架一样 你说谁女生 你是谁女生 我 我下班了我该走了 师傅 你 你 你给我回来 你把视频给我拆了行不行啊 我拆开我了 塑 塑 好 王老 原本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 碰巧佳宁这边也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跟您汇报 我就带她一起过来了 你是佳宁的直接报告人 她汇报的事情如果很重要 那也应该由你来向我报告 流程上是这样的 但是 我要辞职了 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 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 缘分聚散有失 我希望您能批准我的辞职报告 总公司那边 我刚刚也发了辞职邮件了 看来你的去意已结 所以 连挖牛里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想知道 究竟是哪家公司向你递来的橄榄池 A城 哈利教授实验室 到底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是我的隐私无可奉告 是因为我吗 你把自己引看得太重了吧 如果没什么事 请你出去吧 我要收拾东西准备滚蛋了 郑薇的事情 你真的不知道吗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是不是 你既然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这件事 我不但知道 而且是我让郑薇这么做 可惜啊 人算不如天算 就差这么一点点 总公司就能批复了 结果实验室来了一个你 现阶段还没有得到理想的数据 就算总公司批复进入到下一个步骤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 抗癌药物的临床实验审批 上市审批 其反锁和永长是难以想象的 审批时间长 那是为了生命安全着想 一个药物一旦上市 那就是千千万万个病人的希望 他们会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这个药物上面 如果因为我们的实验疏漏 而造成了医药事故 那将是无数生命还有家庭 是他们致命的打击 但是有这些浪费在办事部门 审核材料的时间 就已经足够我优化时间 得到理想的数据了 审批是建立在已经有坚实数据的基础上 而不是用虚假的数据去蒙骗审批 你还想利用时间差来修缮你的数据 你以为只有你关心病人吗 好 我们设想一下 某项癌症全球一年会死一万人 但是药物加速研发上市 哪怕会有强烈的副作用 哪怕服药患者会因为各种副作用 有着高达百分之五十的死亡率 但最起码另外那百分之五十的人 还有机会活下来吧 而因为副作用死亡的那百分之五十 原本就是要死的 不是吗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 你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吗 是 我是很幼稚 我可以告诉你 二零零九年元代 我外婆因为胃癌去世了 但是没过几个月 维康达就宣布在国内上市 很多胃癌晚期患者就此得救 这些年来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这个药能早几个月上市 或许我外婆还可以活下来 说不定直到今天 我还可以见到他 和他老人家一起说说笑笑 所以邱嘉宁 请你记住 今天是因为你 才导致我们的项目停滞不前 以后的每一个白天 每一个夜晚 会有很多的患者 因为没有等到药物上市的那一天 就死去了 而你还沉浸得自己 是一个圣人的幻觉当中 我希望你每一天都能睡得安稳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否则你对我的态度 也不会一百八十度转变 郑威弄虚作假 是为了报答苏老师 苏老师弄虚作假 是因为逝去的亲人 给他留下的遗憾 希腊神话里面 我最喜欢西西福斯的故事 他为了不让人间再有死亡 一度绑架了死神 然而 他这样做惹怒了众生 众生惩罚他 去把一块巨石推到山顶 但是那块巨石太重了 每当他快要推到山顶的时候 石头又会滚下去 所以他不断地重复 永无止境地做了同样的事情 所以说就算是被所有人排解 你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是非观 我 屈达宁 西西福斯至少对抗过死神 你为这个世界做过什么 苏倩的报告已经被证实为虚假手据 看来原计划工作室目前的进度 还停留在细胞研究阶段 王七天用不了多久就会让孙蕾递交阶段性报告 报告的草稿我已经发到了你的邮箱 我知道了 我向上架汇报移动我的消息 扎叔 上架什么时候能确认任务完成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没什么 我只是有点累 小珊哪 你可从来不说累的 不然 看什么呢 笑成这样 妈 你看这鬼出视频 是不是超搞笑 我觉得这小伙子太帅了 小伙子 妈妈 你该去我们医院 挂个眼科了 别瞎说 他是谁啊 你医院同事啊 他是带我实习的老师 看起来挺年轻的嘛 这么年轻发展的就那么好 有前途 妈 你什么眼神啊 他可一点都不年轻了 可老了 别在我面前提他 烦着呢 怎么了 他整天板着个脸唠唠叨叨的 提他就烦了 烦什么烦啊 怎么回事啊 妈 我不想当医生了 你瞎说什么呀 这女孩子当医生多好啊 工作稳定 再说了 这治病救人 那也是既得行善的事啊 妈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累 每天一有紧急情况就要往医院跑 每天跑个八百趟 我累都累死了又无聊 干什么不累啊 那你不想当医生 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做一点开心的事情 从小到大 你一来生手半来张口 都是家里的女儿 你看看人家嘉宁 从小背井零香去国外学习 全年就靠奖学金 什么生活费啊学费啊 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你再看看你 你还要什么开心啊 作为邱嘉宁的后妈 你都赞美起她来了 我都吃醋了 你看你那德行 后妈怎么了 后妈噎得说真话不是 是 是啊 小欣啊 你给我听好了啊 你呢 给我长点心 别再想一出 试一出 能不能在你外面前给我长点脸 妈 我脸都够大了 不能再长到 别想了 别胡搅蛮馋的 妈跟你说真的 听见没 听见了 听见了 快 妈 到点了 你该睡觉了 美容觉呢 快点 快点 去啦 去啦 我也该睡了 睡什么事 睡什么事 我睡觉了 困了 困了 妈 你睡觉 我再跟你说啊 不许胡思乱写啊 什么不做医生 不做医生 你想干吗 还飞上天呢你 看你这肥的 也不减减肥 你说 多喜庆啊 知道了 妈妈 你也死买地儿 好啦 嗯 晚安 妈咪 晚安 行 没问题了 下个月总公司例会 我就提交 西八年的报告 如是回报 我们目前没有进展 王老 我们的项目会被交停吗 被交停的可能性极大 但是有一些希望 我都会尽力争取 你放心 原计划暂时被交停 但是公司还有别的项目 研究员可以评议到一些 易用的药物研发部门 生机问题我不在乎 但是王老 我 我不甘心 小孙啊 你还年轻 人生有无限的可能 别起来 喂 王老 求嘉宁要见您 让他进来吧 好 王老 我有事情想跟你汇报一下 你说 王老 我先走了 孙老师 对 我有事情要请教您 孙老师目前是想从精英层面 让癌细胞的端粒梅不表达 对吗 没错 有什么高见 不敢 我只想请问一下 从基因层面改造 就能够规避对干细胞中端粒梅的意志了吗 这不是你前任老板哈利在文章中的观点吗 怎么你离开他的实验室 连他的观点都要否认吗 否认他的观点和离开实验室 并没有什么关系 那篇文章确实不够严谨 而且还缺乏很多验证性的实验 其实我觉得你们之前的方向更好 用小分子抑制剂 来抑制癌细胞端粒梅的活性 这样的靶点更利于研究 而制药体系也更为成熟 虽然现在基因治疗很火热 但是其中也有很多隐患的 抱歉 这个想法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实验 证明行不通 江林 你认为 实验室以前那个方向更好 理由是什么 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可能性有多大 给我个数数 我现在还拿不出来 小孙 细胞的联组报告 暂时不要提交给总务数 王老 他只是随便你说 您就真的信了 小孙 你不要急 我有我的打算 江林 你需要寻找理论 依据来支撑你的论点 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够吗 够了 你尽可能地大胆去试验 有什么要求 你就跟我提出来 能不能给我分配一个研究员 好帮我做实验 夏孙 你觉得谁合适 就周小山吧 他跟邱嘉宁一样 有着海外的经历 可能交流起来会方便些 你觉得呢 那好 就这么安排 我等着你的报告 好 恶 我 好 感谢观看